《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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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上是在2011年 我們有一個禱告團隊 在耶路撒冷的一個禱館裡面禱告 我們得到神的一個啟示 我們感到上帝 讓我們在耶路撒冷 開始一個新的特會 這個新的特會是關於以色列 末日的復興 還有上帝的國度 當我們跟猶太的這些領袖 在一起溝通的時候 我們找到了更準確的焦點 那麼我們聚焦在以色列 與中國的國度命定 我們覺得有一個神的領袖 是神的邪者 神的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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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次的邪人 這次的邪人 是在一起的 在革命和福祉的一切 尤其是不同的在我们的文化 而是来与我们一起来 发现神的领域 为我们一起来与我们的福祉 与我们的国家的 Israel 和中国的国家 今年我们是第三年 从我们第一年领受启示开始 我们预备一年 然后呢2012年我们开始了第一届 今年是第三届 那么每一次我们都看到 这是上帝的手在工作 这不是人的手的作为 所以每一年都有 非常让我们震惊的突破 发生在以色列 我认为它将在西洋世界上的世界 帮助以色列成为一个国家 我认为神想使用迄近的东西 帮助以色列成为一切 所以我们都会在社交平和教育上 那我们一起来 教育上的事情 非常重要 vision casting 还有 worship 中国的维护 team 和 Israeli维护 team 把群护 team的支持 文化途律師經理 那麼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我想要說的就是 基本上這個特會 神真的在這兩個國家當中 建立屬靈的橋樑 讓我們兩個國家 基督的身體的關係 越來得越深 越來得越緊密地 在他的爱中连接在一起 那么这个连接 这个相爱和合一所带出来的果子 我们相信是非常大的祝福 能够来改变中国 也能够来帮助以色列复兴 和以色列的救恩 以色列得到这个救恩 起到很关键的一些作用 感谢观看